合套可以补脑吗 没有 以身不行的典范 那不是吃猪脑的 我又不是猪 随便硬杠一下 跟唱歌一样就是高潮在后面 你前面唱得差点无所谓啊 有所谓的 怎么会这样啊 每一个音符都很这样 怎么能这么说呢 卢主任 令人心动的offer3 实习生经过第三阶段的考核后 全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每次出彩的表现 都让周深有特别的感触 而在第九期节目中 周深换了一件黑色外套 搭配的依旧是经典白色衬衫 其实无论怎么穿 都是全网观众关注的一个焦点 还是那句老话 周深的颜值跟他的才华一样出众 穿什么都能散发出偶像的光芒 从某种层面来说 第九期节目对于加油团来说 就是背水一战 因为他们必须要全部猜对 一提都不能错 不然的话 小草灯就没法亮了 只要能点亮小草灯 就可以为实习生增加一个offer的名额 当前的进度是五盏小草灯 还差两盏 别看他们在演播室里 看起来比较轻松 事实上每期节目都比实习生压力要大 尤其是周深 又要记录实习生们的日常细节 又要输出一些正能量 确实太不容易了 换做其他明星 只是坐在现场就可以了 但周深不同 每期节目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节目组这次还把急诊课的卢霄请到了演播室 看到卢霄登场后 周深笑得就像一朵花一样 极其迷人 还没等卢霄反应过来 陶勇就说 先别把他带跑偏了 不经意间 就把锅甩给了卢霄 不得不说陶勇太会玩了 越往后 总一感越强 在周深的代理下 也变成了一个接耿王子 张纯化 还替网友向卢霄提了一个问题 问卢霄在私生活中 是不是跟节目中表现的一样严肃 卢霄直言不讳 觉得对实习生严格 也是为他们好 紧接着 周深 陈胜追击 特别好奇 他有没有紧张的时刻 对卢霄而言 最恐怖的就是被主任提问 这一点 跟八位实习生如出一辙 加油团也聊起了队长的话题 当陶勇给张洽时 周深再次上演了 相声捧场的名场面 卢霄也同样对其赞不绝口 有趣的是 在真人秀情节中 卢霄再次出现在了镜头当中 周深连忙追问 自己看自己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而卢霄脸上写满了害羞 跟他之前的硬汉作风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的任务 是给科普一些急救知识 还把实习生当成实验对象 上演了不少出千名场面 聊到心肺复苏术时 让他们去找一首 中国广场舞歌曲 因为现如今的大爷大妈 都喜欢调广场舞 话说到这儿 曲目无疑是凤凰传奇的 他们的作品 常年都能在各大公园听到 果不其然 汪伟航直接提议最选民族风 胆点在于 实习生的按压次数 要和歌曲相吻合 高尚上手以后 觉得太快了 光按还不行 卢霄还让他们跳起来 于是就有了 这期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 实习生大跳广场舞 呈现出来画风 不是一般的旌旗 简直都能尬出天际 卢霄看完他们的舞蹈solo后 当众吐槽 夸掉 会太快了 可以可以 夸这么冷干啥 好怪异哦 好尴尬 夸掉 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戳中了周深的笑点 节目组后期还特意 给他做了一个特效 爆笑至极 就连卢霄都不忍之事 回到办公室后 一帮实习生不研究医学 全部都跳起了广场舞 回到演播室后 卢霄还拿胡海拳 现场演示了一遍 海姆立刻急救方法 卢霄抱起胡海拳后 没想到他发出了一种 很难形容的声音 就像打嗝一样 抓马十足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周深跟毛布衣 也试了一次 很明显 毛布衣要比周深强壮 让他抱一下 周深未必承受得住 抱住周深后 两人向见了经典电影 泰坦尼克号的海报 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莫名的CP感扑面而来 被毛布衣雷完后 周深还说了一句 谢谢 不少生米都在弹幕表示 放开周深 让我来 搞笑归搞笑 所谓的海姆立刻急救方法 还是很有必要学习一下的 很多人都会因为吃年糕 饺子等食物卡住自己 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 很容易发生危险 总而言之 欢笑的背后 该节目可以让我们 学到很多东西 乳坑不亏